大家好 我是二鸣 想必有看过我上期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 阿海我菌母 就是有一个大鱼鹅 把我想要吃的各种海鲜 通通塞里面 其实我还有一个菌母 可以长这么多菌 这个菌母是奇小 种在心里面 而且光似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就是 我们放在最后讲 其实咱们本期视频 应该不太大龙虾 但是我看了一下 咱们上一期的视频 到目前为止 点赞4400多 心思不容乐 不过老话说的好 没有什么能够处理 你对自由的下 不过本期依然可以点赞 只要点赞过完 咱们就安排大龙虾 假如本期点赞还是没过完 我下期还问你们一样 一直要到我上中 下回 我那也上你们了 OK 咱们言归正众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中国 台湾省 在给你们拍这个视频 那么来台湾的话 那肯定少不了 喝台湾啤酒 这样就拿出来了 总共24罐 你看这颜色 试一罐 它这个啤酒 小麦味好浓 而且一点都不浓 啤酒很香 酒精度是5度 它这啤酒喝起来确实不一样 跟咱们大陆的啤酒 那种口味味道 还有喝下的感受也不一样 像我平时喝的那个 清早就偏苦 然后哈啤也带点苦 这个一点都不苦 反而带那么一点微甜 咱不能干喝 弄了一个凉半瓶啤 就去楼下买了一点煎豆腐 干 想为什么 想试下这个台湾啤酒 没喝过 确实这样尝试 再一个就是 看油管 什么蔡依林 明年5月天都带眼睛 所以说特别想尝试一下 把根都香 其实不光我 没喝过台湾啤酒 我估计在看这个视频 你们应该也没喝过台湾啤酒 真的 希望哪一天 咱们能够像喝清朗啤酒 像喝哈啤一样 非常随意的 非常日常的 喝这个台湾啤酒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哇 哇 这个粉皮我拌得真不冷 有一点辣 它的酒的菌厅度 要比我们大陆的高个一两度 那点花生米 好酒 哎呦 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台湾啤酒怎么是简体字 它们那边不是用繁体字吗 一年间 在福州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偶尔会看一些排剧 然后周边的同学 他们家里的亲戚在台湾那边 所以以前去 吴浪宇 包括不见的各种道 就跟台湾隔海相望 虽然啥也看不到 但是总感觉 他们给我们离的 好近好近 所以说 说台湾啤酒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情怀 嗯嗯嗯 嗯嗯嗯 嗯嗯 今年是有史以来 喝啤酒喝的最多的一次 好我們沒有就不喝了 不是不能喝 太撐了 再喝得好肚子就要爆炸 可是喝酒 亮眼就行 所以說一個成熟的人 并不一定是說 你游過多少財富 或者是你有多你 而是當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能夠及時的出赤 很好的控制 要做到恰到好处 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的太满 所以说人在最低谷的时候是最好 再走的话只能往高了走 咱们总共喝了1,2,3,4,5,6,7 总共喝了7罐实在喝不动 OK 咱们总结一下 咱们今天解锁了金牌台湾啤酒 很别致 口感特别的柔和 如果打分的话 10分我给它7分 更倾向于洗衣 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些 一箱98块钱 度数稍微高点 感觉到我的小雨都在轻微的晃动 不过还是非常值得推荐 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下 OK 那么这个视频拍照 我们差不多就说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评论专业吧 咱们下期再见 告辞 对了 忘记跟你们说我的剧目 那就是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